行风歌神恭喜您成功期败 一个外国歌手 龙鹏歌来的音乐中山丑丢角 谢谢大家 滑琉还是最妖的 滑琉队长 行风的大 滑琉队长 行风的大 滑琉队长 行风的大 你怎么现在才接电话 你太太刚刚已经过世了 连自己浪博都是活不了 达到月潭地域有什么用 正报消息 曾经横扫国际乐坛全球第一歌神 林峰宣布永久推出 我是歌神中大厦歌手八连拜引发热议 据悉大厦最年轻的金曲天后林飞 将在下周出战歌神 将在下周出战歌神舞台对战八国歌手 十年轻轻的金曲天后林飞启 十年过去 大厦月才已经没落至此了吗 温婆 温婆 我让你找的人靠谱吗 放心 帮你满意 好 欢迎光临 奇怪 他怎么看着这篇人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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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王婆介绍的优质对象 说好的一米八呢 你们就蹦起来不就一米八了吗 那他还说你很稳重 我怎么没有看出来 我体重两百多斤 你说稳重不稳重吗 那他还说你有鞭翅呢 多个劳 吃个五年公家饭 当你不算体积内的人了 不是诈骗吗 站住 你这种爱慕虚荣的小明星 在老子面前装什么呢 老子家里有祖坛的美好 资产不一样 那你好厉害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我先走 别跟我走 把老子陪舒服了 老子出之让你当你资产 放手 放手 放开 先生 如果您再骚扰这位女士 就请您出去 哼 鱼了圈你这种货色 多次 理发见识 老子投诉你去 女士 你没事吧 没事 谢谢你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他跟我的偶像凌峰歌神 好像啊 哇 这不是大厦最大娱乐公司 青红娱乐的杨总 这么大牌场 你考虑好嫁给我了吗 你是大厦第一天后 我是新黄娱乐总裁 咱们俩在一起 那就是强强联合 整个大厦乐坛 还不是由我们说了算 抱歉 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因为我已经结婚了 什么 老子昨天刚求婚 你今天就结婚了 跟谁啊 是的 介绍一下 这是我老公 李华将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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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话 答应我 听你我说的 这个人是你老公 一个保安 是的 菲菲 你究竟看上这个废物什么呀 给你什么呀 这是新黄娱乐 一个亿的签约合同 还有 你不是即将要迎战八国歌手 我保证你拿冠军 不必了 我会凭自己的识 堂堂正正的赢下冠军 识 你以为你是当年 横扫国际乐坛的歌神林峰啊 大厦乐坛早就已经没落了 没有资本的追捕和帮助 你一个傻白甜 拿什么笔 你呀 还是乖乖跟着 你要是再在这里就算不休 我交把警了 林飞 你可别给脸不要脸 我们新黄娱乐 只找娱乐圈的半壁江山 我一句话就可以把你捕成顶流天后 也可以把你踩入泥底 冷藏风沙 不听话 这就是你在歌神比赛的向上 他才发抖 仗着有点滋动 就红作非为 大厦乐坛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才会莫的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吧 臭不安 老子就是大厦乐坛的天 你一个连音乐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垃圾 赶紧滚蛋 不必再说了 我一一群 我是不会跟你在一起的 请你离开 无尽棺材不落泪是吧 那咱们就节目上走着瞧 老子倒上看看 你靠这个垃圾 到时候输得有多菜 到 连这种败累都成了半壁江山 大厦乐坛 已经没落时间了 自从凌风各神退圈后 整个乐坛便以资本为首 要是他一直都在就好了 凌风 你很喜欢他吗 当然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嫁给他 没事吧 没事 呛了一下 凌飞 之前我们找的那几位顶级作词作曲家 刚刚忽然都通知拒绝跟我们合作了 什么 我马上要参赛迎战八国歌神了 这可怎么办 王姐 我现在就找他们去当面谈 不开死 竟然趴毛了 你干嘛 大叔 我车坏了 要再我一程吗 行吧 那你抓紧点啊 我骑车比较快 啊 没想到大叔一把年轻了 竟然还有腹肌 你干嘛 还是八块 姑娘 从哪摸呢 啊 大叔 谢谢你啊 我们下次见 丢死人了 丢死人了 三位老师 之前不是答应的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拒绝合作了 是因为钱的事吗 那些后 这不是钱的事 那是因为什么 实话跟你说了吧 兴慌娱乐的杨总的报话 说谁要是给你写歌 就是兴慌娱乐作对 我们不想与她 什么 你好 刚刚有位长范的女士 您看到她去哪里了吗 她去了502号房项 好 谢谢啊 三位老师 你们也知道 这次八国歌手前来踢款 一旦落败 整个大厦月谈将崩溃 就当我求你们了 等我这次吧 兴慌娱乐的杨总 为娱乐圈势当 所以 这件事情 实在恕我们无能为力 那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就这么说了吧 除非你能把我们三位的老师 银风歌声请出来 不然我们也是无能为力一样 银风歌声 都退圈20多年了 我上哪里去请她 大叔你怎么来了 你的钱包 啊 我帮你 什么 我是他们的老师 你是他们的老师 啊 啊 啊 嗯 我们看错了啊对 这个先生 和我们老师长得有点像 是 林天后 你跟他认识 认识 帮我 哎 草松嘛 嗯 写歌这事就包在我们三根上了 啊 啊 这我们想了一下 那些洋人歌手实在太过猖獗 必须要狠狠做一做他们的锐气 让我们大厦国威 对对对 那三位老师打算收多少钱 呃 此战 事关我大厦乐团生死存亡 临天后为国而战 然后我等敬佩万分 呃 为你写歌一分钱不要免费 那真是太谢谢三位老师了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写不用写 你要谢谢我们老 呃 呃 这位先生啊 他和我父亲是老朋友 啊 大叔 没想到你这张脸还挺管用的嘛 你明明已经是名利双书的大厦天后 为什么还要趟这趟本身 一旦输了 你之前的名誉和失望就都归了 甚至成为千夫所臣的罪人 大叔 我首先是大厦国人 其次才是大厦歌手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大厦乐坛 被外国人见他 因为你是大厦 好 明天我会在电视机前观看 给你加油 好 怎么了 谢谢你今天帮我 记得一定要来看我比赛 我是歌神 节目开播以来 大陆外国歌手牢牢占据排名前八 华语歌手无一人上榜 很遗憾 陈杰伦老师落败了 这一场的圣者仍然是八国战队的队长亚当斯 连节目的两大评委陈杰伦和叶莹老师都落败了 到底谁能与外国歌手一战呢 我说过 你们大侠音乐都是垃圾 就是 rabbish 雅当斯 你别太过分了 你们在场所有人 都是我的手下败将 还有谁能赢我 怕是站出来的勇气都没有 请问还有哪位歌手愿意为国出战 请问还有哪位歌手愿意为国出战 我要能唱就算了 一群懦词 恋自己老婆的生活不了 那种乐团第一有什么用 我首先是大厦国人 其次才是大厦歌手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大厦乐团 背外不能见他 我是懦夫吗 请问真的没有歌手愿意上台挑战了吗 这种这种暴病 退赛了 哎呀 已经连续败了八场了 我看这下子大厦乐团是真要玩了 大厦乐团 我来 我来 你是进去挑我 铃飞 太好了 给我他在 不过大厦乐团周永有救了 铃飞 你再给我最后一次进 只要你答应跟我们在一起 冠军就还是赢 你将成为晚舟大厦乐团的命运人 我说过 我会堂堂正正赢下冠军 守护大厦乐团的荣耀 给这个朋友的东西 你就等着成为大厦乐团的罪人 关键时刻 林天后站了出来 请让我们为他加油 林天后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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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不愧是林天后 唱得太好听了 好 唱得太好了 这下我们终于有机会赢下亚当斯了 好好好 林飞 我倒是想看你了 不过 你想凭此拿下冠军 还是太过天真了 我是 去你 感谢林天后为我们带来如此惊艳的现场 他获得的分数是 92分 92分 这应该是开赛也来最高的分数了吧 这次我们赢定了 强鬼子 我就为你胖不胖 女人 你这首歌唱得不错 但是想要赢过我 还是不够 我 你这首歌唱得不错 我 你这首歌唱得不错 哎哎哎呀这都出了这杨鬼子也太厉害了吧 哎就差一点点这两首歌的词曲旋律气鼓相当 但是亚当斯在高音的图属上明显起高一场 没遗憾林天后落败了 这一场的胜者仍然是亚当斯 这就是你们大厦金曲天后的实力吗 真是不堪一致 林飞你身为我大厦金曲天后 却输给一个外联人你还要不要脸 简直就是让我大厦灭他蒙笑 说说对什么狗币天后啊 我看这营销包装出来的 就是一天真二百零八万 现在我连他羊鬼子都赢不了真是迟了 对不起大家我让大厦乐坛蒙笑了 对不起又又要警察了什么赶紧给我滚下去 滚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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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飞得罪我就是这个下场 你说当年那歌声伸了耳朵了 看得我血量飘升 真是不堪一致 我让大厦乐坛修 老李你干嘛去啊 你救人 目前要当次选手已经拿下九年胜 根据规则 只要他再取得一胜 我大厦乐坛 穿成五千年的 所有传统乐器的婚属权 都将被八国瓜分 大厦传统乐器批发的贵属权 我们高丽国 掉了 掉死了 古增的贵属权 给我们值得过了 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起呼 立刻投降 成为我们八国的富庸 否则 你们就等着 被我们八国联合封杀 条件当年林峰歌神还在的时候 我们大厦乐坛很能风光啊 哪像现在 受尽这些洋人的屈辱 林峰歌神 你在哪啊 求助你快回来救救我们大厦乐坛吧 给你们大厦俩乐坛就输了 已经没有人能够争救 你们大厦乐坛了 投降人输吧 都怪林峰这个废物 要不是他输了 我们只能送这些屈辱啊 对 都是因为他 当年林峰歌神带我们之后会的面子 都被他给丢光了 向林峰歌神道谢 向观众道谢 二十年前我没有守护好我爱的人 这一次我一定要守护好他 各位 世道如今我们只有一条出路 那就是向八国投降 龙少杰 你竟然想让我们向八国投降 你还是不是大厦人 我们根本就赢不过他们 不投降 南国城等着八国投降我们呢 你 那我向八国投降 我也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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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要往我大厦乐坛 好 我投降 我也投降 林峰 你还愣着干什么 就差你了 投降啊 我 我们大厦绝不投降 我们大厦绝不投降 大叔 这不是林峰歌神当年的舞台装吗 难道他就是林峰歌神 林峰歌神 真的假的 看着好像确实有点像 你做得很好 不用做的 接下来交给我 大叔 难道你就是林峰歌神 我是个屁 大家可别为他骗了 他就是个保安 什么 保安 李华健 李华健 你可真是厚颜无耻 穿套林峰歌神当年的衣服就敢出来招摇撞片 还不赶紧给我滚下来 我是来参加比赛 导战八国歌手 你一个臭保安 你懂什么音乐 真是大言不参 还将人挑战外国歌手 来人啊 麻烦给我哄下去 慢着 让这小子唱 亚当斯先生 他就是个坑大门的臭保安 根本就不会跟您比 我说过 你们大侠任何人都赢不了我 既然这个人要挑战我 那就让他唱 李华健 现在可是全球直播 你根本就不会唱歌 你上台只会自取其辱 让我整个大侠乐坛蒙秀 大叔 这次比赛至关重要 一旦输了 咱们整个大侠乐坛 就会被八国彻底压制 再无翻身之地 一旦输了 你将成为整个大侠乐坛的罪人 会遭受全网铺天盖地的妈妈 这不还是算了吧 相信我 大侠乐坛衰微 受尽洋人灵 今日我等若是袖手旁观 他日 你我皆是千子罪人 与其苟且图存 卸战不前 不如 西京斩棘 与万尼 缔约辞丘 说得好 危难之时挺身而出 我大侠就缺你这样的英雄 说再好有什么用 他一个废物 根本就不会唱歌 只会让我大侠乐坛蒙羞 大叔 加油 这旋律 他是要唱凌峰歌神的代表作 像我这样的人 凌峰歌神的每一首歌 影唱难度都是极大 他还敢翻唱 真是不知死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本该灿烂过一生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 还在人海里浮沉 哎老板 我我正在去公司的路上 马上就到 马上就到 这嗓音 他真的唱出了 凌峰歌神的神韵 大叔 怎么曾经也会 为了谁 想过分不顾身 这词这曲 简直就像在唱我一样 干嘛呢 怎么还不来 他想不想干了 你个周八皮 老子不想干了 天天加班加班加班 连春节都不放假 老子不干了 像我这样不敢平凡的人 是我这样不敢平凡的人 是 曾经我也以为 我是个与众不同的人 但是后来才发现 我也只不过是 愚言重生的一个普通人 这大叔 简直唱到我心坎儿里去了 心疼 好词好曲好歌唱 我感觉他就是凌峰歌神本尊 好词好曲好歌唱 我感觉他就是凌峰歌神本尊 我给你死 你想这死我还真有两把手 想不到大叔竟然这么有才华 这下有机会可以赢亚当司了 心疼 大叔 你唱的太棒了 为你点赞 这些年 我见过无数个模仿凌峰歌神的 你是模仿最像的那一个 要是不告诉我你是谁 我还真以为你是凌峰歌神本尊呢 天呐 一跳间夸他唱的像凌峰歌神本尊 正是对一个歌手最高的评价了 亚当司 我这首歌 你认输吗 我 等一下 各位 你们就不觉得奇怪吗 他刚才唱歌的声音 跟凌峰歌神当年一模一样 但众所周知 没有人的声音能够一模一样 这下就很明显 他就是在假唱 什么 假唱 原来是假唱 我就说你们大侠人 不可能唱这么好的音乐 李华健 假唱是这个圈子里 最不能容忍的行为 你这样 你仅是在欺骗观众 更是在 整个大厦乐坛 不可能 我刚刚听得很清楚 他的声音浑厚透亮 根本不可能是假唱 林飞 你说他不是假唱 但你倒是跟我解释解释 为什么他的歌声 跟凌峰歌神一模一样 你 亏我还以为他是 为国尊顾的英雄 你想到居然是个假唱的骗子 只是他让我失望了 赶紧给我滚下去 滚下去 诸位 我李华健以自己的人格担保 我没有假唱 你还用人格担保 你的人格值几个钱 行啊 你不是说你没有假唱吗 那你敢不敢当众轻唱 自证情 有何不得 在直播舞台清唱 这可是连天王天后级别的歌星 都不敢做的事情 李华健 你这是自寻死路吗 清唱会将一个人音调的缺陷 和事物无限放大 大叔 大叔要加油啊 这嗓音跟刚才一模一样 甚至因为清唱 更多了一分令人迷醉的味道 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 预备尽照 预备尽月光 天哪 这到底是什么神仙嗓音啊 好像自带混响一样 隐人共鸣啊 竟然是蝶斗共鸣 想不到大叔竟然掌握了这么高级的唱法 不就是一种唱法吗 有什么可激动呢 不 蝶斗共鸣是利用鼻腔后面的蝶斗空间 使音色更丰富 更具有穿透力 从而产生的共鸣 这种唱法极难掌控 自从凌风歌神配圈之后 就失传了许久 他究竟是什么人 亚能斯 这老头好像有点失礼 有把我把他拿下 怕什么 这只能证明 他确实会唱歌 但是想要胜过我们 还不够 清醒的人最荒唐 杨少杰 我这首歌还是假唱吗 声音清澈透亮 隐人共鸣 没有一丝瑕疵 杨少杰 你敢不认 清澈唱的都能宛如天籁 我相信他一定没有假唱 为什么他没有假唱 干了 这是舞台 不是菜市场 唱什么唱啊 李华剑 虽然你刚才没有假唱 但你唱的我是 如坐伸毡 如忙刺背 如更在头 你这种软棉无力的歌 只会让外国歌手笑话 让我大夏夜台猛笑 杨少杰 你少睁着眼睛说瞎话 李华剑这首歌 唱得感人肺腑 引人共鸣 绝对是天王级别的唱功 林飞 他就是个王 根本不懂什么叫音乐 你别再执迷不误了 音乐不分高低贵贱之分 好听就是好听 我认为 他刚才这一曲 足以皮皮亚钢丝 原来你们大夏的代表歌 就是这么一首 并身影的歌 也对 你们大夏人 一群软骨头 唱不了刚猛的歌 我们高丽博三岁而终唱的二哥 都比他唱的这首 羊刚有力 你们大夏人 都是一群娘胖 就让我来给你们展示一下 我们日导过的 羊刚之魂 你们大夏人 这群娘胖 听到这才是男人 唱的歌 大家看看 就是因为李华健 唱的这首软棉无力的情歌 现在国际歌坛的人 认为我们大夏乐团 都是娘胖 李华健 你简直就是罪大乐极 是大夏的罪人 杨少姐 你少给我乱扣帽子 我可没给你扣帽子 我说的是事实 事实 好 那我现在就为大家带来一首 羊刚霸气的歌曲 让他 还有那些看不起我们的外国歌手 见识一下 什么 叫做大夏儿郎的血色 然后 他们在买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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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一 一 一 天哪,大叔这个嗓子是开过光了吧 既能唱低沉缠绵的情歌,又能唱高靠嘹亮的歌曲 人为位属于音量 人为家挑战的情歌 你听了一下无敌的 你想做这个歌比他更加勇敢 这一国人到底是谁的国家 这女士全国继兵 万地长城永不渡 千里黄河水滔滔 江山秀丽叠彩凤铃 文和国家哪仗燕碧 四曲铿锵铢永远七十旁国 仰和大厦国威啊 唱得好,唱得好啊 这就是能冒充 将能唱这么 这首歌唱出了我们大厦传统五千年的底蕴 更唱出了我们大厦儿女的骨气 好歌,好歌,这次我们赢定了 终于斑斑,最多跟我打个平手 亚当斯,只要有耳朵的人都能听出来 他刚才那首歌的高音比你高八个度 你还要不要脸 高八度就高八度 你有证据吗 你 各位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能够比较出他们二位谁的高音更厉害 众所周知啊,这亚当斯呢是高音王子 他唱的高音分辨从来就没低过一百 李华剑,只要你唱的高音不低于一百我就认 杨少杰,他刚刚唱的那首歌有没有超过一百分倍 只要有耳朵的人都能听得出来 你还想让他继续飙高音 你是想彻底回答他的嗓子吗 这人的耳朵终究是没有机器来的精神 他竟然这么有实力,再飙一次又何妨 沉默了,莫飞,是不敢了 不就是飙高音吗,有何不敢 大叔,不要唱,连许飙高音,你的嗓子会毁掉的 放心,我说过,今天我要迎回大夏乐坛的颜面 狠狠地打这群杨鬼子的脸 让他们输得心服 哼,这分被以我做了手脚,就是累死你也唱不上去 二十?连我叫狗叫的都比他高 我说过,你们大厦人都是样跑,唱不了这么高 许多奇迹,我们相信,才会存在 平时而都要爱,不离离其致,这不可能 感情过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 死了都要爱,不哭到微笑过怀 他竟然把分辨语给唱爆了 虚众会变心爱在 小独活路都要爱,不记住老传不痛快 发挥心爱,发挥心爱,也败,是什么神仙高音 导演,不好了,所有灯光都被他唱爆了 快去打人抢先 好 杨少姐,我这高音,你认不认? 李华健已经把分被遗都唱爆了 甚至连灯光,酒杯都唱爆了 李少姐,你敢不认?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能把舞台灯光都给唱爆的 李华健,你就是世界第一高音 英姐,至于,不就是喊了几嗓子 跟亚当斯比起来,什么都不是 天,你要装逼就别戴上我 老子可唱不了这么高的音 李华健,我承认你的唱功是不错的 那就算你唱得再好 那也是中文歌,根本没有我们歪文歌高级 よし,我们队长说的没错 聊高音只是一种无用的宣机机 要评价一首歌真正的好玩 那还是要看它有没有感染力 能不能打动观众 在这一点上,你们还远远不如我们的 I go 这么粗的中文歌,想要扑弃我们汉文歌 哼 真消失了 你们太过分了 这个世界实力为尊 你们大侠人,音乐若行,就要被挨打 这外文歌比中文歌高级,就不是不争的事实 依我看,我们还是趁早投降吧 够了,梁少姐 你张口一个外文歌高级,闭口一个中文歌低级,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不过就是一个吃里爬外的走狗 你一个臭保安,有什么资格来评论我 他算只是个保安,但他寻存正气,忧国忧民 在大夏乐堂危难之际,敢一人出来独守国门,可你呢? 虽然西装革履,自诩精英,行的却是重阳媚外,跪舔洋人的 罕见之事 说的一套一套,那你倒是把八国歌手给赢了呀 你不许主意 我 不就是外文歌吗? 好啊,今天我就学咱们老祖宗诗仪长计以制仪 我就用外文歌狠狠地打你们这群洋鬼子和你这个高腿子 我没听错吧,你这个土鞭想用外文歌战胜外国歌手 哦,我知道,你是想唱ABCDEFG吧 大叔,外文歌你是唱的很好,可是外文歌你真的会吗? 不管你结果如何,你现在是大厦的英雄,加油,我支持你 对,我也支持你 一个大厦人,竟然妄图想用我们国家的歌来战胜我们,真是可笑 你们大厦有句古话叫,习习无解为君子 乖乖投降不好吗? 为什么非要自取其辱? 他们大厦人就这样,心胸小贼,想要面子搏手嘴嘴 看到了吗,李华健 正是因为你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举动,已经引起了八国歌手的不满 你又是真把他们惹急了,这八国联合起来封杀我大厦月潭 我大厦月潭将永无出头之日 难道你不怕成为大厦的罪人? 杨少姐,你既然觉得我赢不了,那你敢跟我打个赌吗? 李华健,我们这么难才拿到高分 我觉得没有必要自报短处去跟他们赌吧 不自量力,你若是输了,我就给你立块墓碑,刻上大厦罪人四个大字 让你李家祖祖辈辈,都因你而蒙羞 好啊,那如果我赢了,你就跪在地上,当着全场观众的面大声的喊 你是个重阳媚外的汉奸 好好好,那我们就看看,到底谁是 好,既然你要选择挑战外国歌手 来人,上战书 如果你要选择哪个国家的歌手,就请在该国宣战书上签下你的名字 我李华健 向美国歌手,亚当斯宣战 天呐,他今天一上来就要挑战最强歌手亚当斯 我看你这个大下人,脑子是瓦特 等死吧 等一下,他的动作还没有听,他想干什么 向日导国歌手,三本一郎宣战 八个,竟敢一人挑战我们两国歌手 我肯定是斯拉斯拉蒂克 向高丽国歌手,全智龙宣战 向英吉利歌手宣战 向法兰西歌手宣战 天呐,他不是要挑战八国歌手吧 向奥地利,沙俄,罗马帝国歌手宣战 八国,他竟然要一个人挑战八国歌手 这个大叔太慢了 这一刻,他就是我心中的枕 大叔,现在全场的希望都已经被点燃 但是一旦输了,所有的怒鼓都会加倍吸来 不怪我把你落下水 要不,还是算了吧 放心,我不打班长 我李华健,今日在此庄严宣誓 向八国歌手宣战 养我佛威 天呐,将天队前奏,我身体已经开始飞腾起来了 这不可能 这组片真的会唱一个 我会唱有什么用? 他还贏不了我 他还贏不了我 You're gonna hear my voice when I shout it out loud It's my life And now or never 这首歌的旋律,既扬飞扬 是战曲 是战曲 我这首歌你认识 这绝对是百年一月的金曲 我们赢了,赢了 杨少爷 杨少爷 我这首歌你认不得 这首歌唱得好不好 要亚当斯说了才算 亚当斯 只要你不认,这小子必须 李华健,我承认 其他的大厦歌手都是垃圾 但是你这首歌我认可 亚当斯 你说什么呢 你怎么帮着我对手说话 我做事轮不到你来指手花轿 你 杨少爷 你的杨鬼子爹都已经认了 你还有什么好处 你得意什么 你不是说的吗 要挑战八国歌手 你现在才唱了一首英文歌 杨少爷 你不要太过分 哪有人会八国语言 何况唱八首歌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他自己说的要挑战八国歌手 要是做不到 当初就别夸下海口 你 当然 我也不是那么不讲道理的人 李华健 只要你能在一炷香的时间里 创作出七首去三 我就算你 怎么样 怎么 怕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根本就不需要一炷香 七步之内足够 啥 七步 大叔 你不要被他的激将法切到了呀 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放心 我既然敢说 就一定能做的 李华健 你疯了 你要在七步之内 创作出七首外国曲子 你以为你是歌神凌方 无所不能吗 哦 我知道了 你是想故意提高能力 为你之后 团不成 开拖式 不要用你肤浅的目光来传入我 我的能量 超乎你形象 你 好好好 我本来还想放你一把 既然如此 那我都要看看 你在七步之内 怎么创作出七首曲子 一步 两步 亚当斯 看他这么自信的样子 难不成 他真能七步成曲 七步之内 创作七首曲子 就是我的老师来了 也做不到 他要为今晚的狂妄 付出参同的代价 三步 四步 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我们还是输了 五步 六步 六步 那输 一定要赢啊 七步 这曲 这旋律 我感觉我的身体 要再一次动起来了 不可能 真的七步之内 写出了一首曲子 八个 这个人 为什么我敢就活在他的影子里 这首和简直让我冒回小时候 看动画片的那个夏天 回来了 我的金针 已经都回来了 天哪 七步之内 他竟然真的创作出了一首外国歌曲 而且还是金曲 他是陈仙吧 只要看一首歌而已 这么个激动 两首 dwa 还记得唱 第二首万语歌曲 二十 anymore 这个哒戴是聖想吗 再听他们的 再听only 明天 也是 icon 这次是印度语 迪 我们 天才 他就是乐史上熟天了 天才 七步直语 七少金曲 我说你是神仙吗 这怎么可能 坦然了 大人了 我心里就你对这个大股 真的 余奢务怎么办 杨少杰 你输了 杨少杰 你输了 跪下旅行阅 放肆 我乃兴皇娱乐总裁 支掌娱乐圈半笔江山 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让我下跪 杨少杰 阅纪是你立的 既然输了就要认 莫非你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赖战不成 你新黄娱乐在娱乐圈是大 但是也不是一手遮天 你得罪了我们在场所有的人 这个后果你承担得起吗 没错 你要是个男人 赶紧归下来旅行承诺 跪下 好 我是重阳魅惑的狗换精 杨少姐 刚刚不是叫的挺大声 挺嚣张的吗 怎么 没吃饭 饿了 给我大声一点 别像个无赖一样 说不及 我是重阳魅惑的狗换精 我是重阳魅惑的狗换精 真姐姐 要是能让人家骑养骨子 跪下这 李华健 你成功地引起了我们八国歌手的兴趣 现在我们正式接受你的挑战 敢不敢与我们堂堂正正地逼一场 好啊 今天我就让你们输得心服可服 说吧 雷先生 我来 我来和你比长挑 什么 大叔 你不能跟他比长挑 为什么 大叔 你有所不知 高丽国是长挑大国 全智龙更是被誉为长挑之王 单论长挑 没有人能比得过他 他们高丽的文化 起源于我们大厦 换句话来说 我们大厦是他们的徒师 哪有老师怕学生的道理 好啊 我就跟你只长挑 西瓜 就听你 现在你有多长好 等会儿 我就让你多狼狈 底层人就是底层人 唱了几首破歌就真以为自己无敌了 还敢跟唱调之王全智龙先生比唱调 你有那能力吗 杨少爽 你这么喜欢跪舔老外 给你颁发个狗腿的证好不好 成口舌之力也没有 你要是输了 我看你有何颜面面对大向运 经过主办方与各国歌手的协商 我们即将更改赛制 八国歌手将以车轮战的形式挑战 李华剑选手 第一战由高丽国唱跳之王全智龙选手出战 这群人身为大下人却为外国歌手加油 看来重阳魅外之风已经席卷了大下乐坛的每一个人 今天我必须答应这群外国歌手 将这部不振之风扭转为了 小子 敢和我比唱跳 你简直想死的 那就看看你是怎样被我踩到脚下了 哇 变成了 变成了 如此动听的嗓音 如此精湛的舞蹈 不愧是唱跳之王啊 李华剑 你收定了 精湛感到 精湛的此人虽然小张把文物中无人 反正唱跳实力确实是国际定级 大树你要加油啊 精湛的老爸好帅我好爱 哎 一个人的经历中国是有限的 这李华剑虽然唱歌还不错 但舞蹈并然不是他的条项 要战胜唱跳之王 这肯定不可能啊 哎 难道最终还是难道一输呢 哇 Fantastic baby 小子 看到我的实力了吧 你输定了 李华剑 都是你的狂妄让我们输了 你还不赶紧向全场的观众磕头道歉 我都还没比 你怎么知道我输定了 这还用看嘛 啥子都知道 你必输无疑 必输无疑 好啊 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唱跳之王 还带个墨镜装神弄 天呐光是听着这首歌的填奏 我帮港南斯大 跟你都忍不住跟你一起动起来了 这跳了什么呀 这太low了 弟子 你懂什么 他这个动静最难简单 当阅力非常强 非常魔性稀网 我有遇到 这一定是一识 传唱五十年的 爆款唱跳金曲 我帮港南斯大 天呐 这舞蹈神弄太魔性了 我都要跟着一起跳起来了 我帮港南斯大 是吧 你是谁谁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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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港南斯大 中展的一个寂寞性的舞蹈 这不是新曲是神曲啊 不行 我也忍不住了 权志龙 你认不认输 我 不认输 你确实认输 权志龙你 杨少姐 你呢 你得意什么 你才赢了一场而已 好啊 那第二场 你们谁来 我来 我要和你比 小提琴 什么 小提琴 山本一郎 我们是在比谁歌唱的好 不是在比谁的乐器好 你这分明是在耍赖 乐器也算声乐的一种 怎么不能比 这小玉岛人家真是无耻啊 那么激烈流动了 想出来 大叔 山本一郎 是日导国的小提琴之王 我们大侠乐坛 只有流浪老师能与之看衡 你不要答应他 你们说的小提琴家流浪 其实是我的学生 什么 少在那胡说八道 流浪老师 可是我大侠乐坛 赫赫有名的小提琴大师 小心我告你诽谤 哦 我知道 你是知道自己必输无疑 所以想拨延时间吧 井底之蛙 不就是比小提琴吗 好啊 来 这么快就轮到最强的亚当斯了吗 只要我们能赢过他 这次我们彻底就赢了 亚当斯 你要跟我比什么 不是我跟你比 是我们跟你比 你什么意思 我们八国歌手 要以乐队形式 集体挑战你 亚当斯 你还要不要脸 说好的单挑战 你上八个人是什么意思 我们八个人 单挑他一个 怎么不算单挑战了 这群鱼航鬼子也太鸡贼了 知道一个人打不贵 直接疫情上 我们这次要是栽数 我们法国歌手 集体向你投降 怎么样 敢比吗 有何不敢 放马上了 听这枪鸿变的音量 这才是神曲吗 李华剑之前那首歌 跟这首歌比起来 要紧张 或者 你八个人都是国际乐坛 鼎鼎有名的巨星 八个人联合起来的力量 真的太令人震撼了 现在还有谁可以提挡呢 李华剑 既然不成杀杀人 但既然洋鬼子真不好唱活了 真是太恐怖了 完了完了 就算李华剑再厉害 也不可能一个人 不是站这么八个呀 这下本身要输了 他输了 这次我们八个人联合在一起 这个世界没有人能赢过我们 李华剑 这次你输定了 不过就是谣人嘛 搞得好像谁没有字 兄弟们 洋人欺负到咱们头上了 老男孩乐队 是时候该付出的 这怎么可能 他为什么连小狄青都会了 天哪到底还有什么是大叔不会的 他拉得也太好了 我感觉我现在就只剩在大海中遨游一样 八个 你们大厦里没有那么长 这还非要叫我来踢馆 你是存心看我出场是不是 山本一劳先生别急 没有六名万国歌手 我不相信他都能 又会唱了跳 又会拉小提琴 这简直就是音乐界的全能之王啊 我从业这么多年 还从未见过如此有音乐天赋的天才 山本一郎 我这首小提琴曲 你可认输 李先生 你很强 我认输 第三场 你们谁上 你们在干什么呢 上了 天哪 大叔今天把这群嚣张的阳光里头唱到没一个人敢上了 解气 真解气 一个人你能赢 我就不信 一群人你还能赢 老大 切两天再 好嘞 你稍等啊 你说什么 知道了 现在就过去 喂 干嘛去 去拯救大沙月堂 你说什么 爸 医生说你这次腿骨骨折了 至少要禁养一百天才行 这段时间可千万别下溜达了 你把我现在病痒痒的连路都走不了 你让我上哪去的游杯 什么 真是吃又吃你 当我大虾月堂没有人了吗 你等着 我现在就过去 我晚了 那陈营好了 你 我真的假装了是吗 我一台经理 再给我一次级别 喂喂喂 我跟他想话了接什么电话 真不想干的是吧 干你妹 老子早就受够 你这瘪毒的鸟气 不干 老子为我救我 我已经叫人了 十分钟等 他说的那个老男孩乐队 不会就是二十年前叱咤国际乐坛 甚至还拿过格莱美音乐大奖的一个神级乐队吧 兄弟们 好久不见 李华健 你没开玩笑吧 这就是你请的外援啊 怎么 不可以吗 你说呢 你看看人家亚当斯的乐队 个儿顶个儿的都是国际乐坛顶顶大名的顶流巨星 你再看看你请的这帮人 猪贩子 厨子 还一个穿着并号服的并号 你脑子进水了呀 李华健 此战事关我大夏乐坛荣辱 容不得开玩笑 你要是叫不来人 我可以动用我的关系 帮你找一支乐队过来 谢谢叶莺老师的好意 但是不必了 我这三位兄弟 当年可都是天赋一顶的天才 有他们在 我们这场 必 还必赢 我看是必输才对的 李华健 你请这群臭鱼烂虾过来 是诚心想输掉比赛似的 我看你呀 是想让大夏乐坛 在国际乐坛面前丢脸 你是何举心啊 杨少杰 你少在这儿乱口帽子 李华健接连战胜外国歌手 养我国规 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不管怎样 不管大家相不相信 我都相信他一定会赢 对 我们也相信你 大厦加油 大厦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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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厦加油 大厦加油 你们大厦人真是愚蠢 就凭他庆的 这群垃圾 根本不可能打赢我们 你们数定了 雅当次 大厦有句古话 叫做人外有人 肩外天 我劝你最好别太狂妄 给我听好了 兄弟们 上 说的那个老男孩乐队 不会就是二十年前赤上国际乐坛 甚至还拿过格莱美音乐大奖的一个神级乐队吧 老男孩乐队的队长可是歌声凌峰 这么多年也只有歌声凌峰才叫得动他们 难道说也就是歌声凌峰 什么 刚才我还没发现 听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觉得他像年轻时候的歌声凌峰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隐瞒了 其实我就是 是个屁 你们可别被他骗了 他就是个看大门的不凡 李华剑 你在这儿取了个和凌峰歌声乐队一样的名字 就在这儿虚张声势 你要吓唬什么呀 虚张声势 一会儿你就知道 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你能请来的人啊 都是和你同样阶层的体制 怎么跟这八位国际巨星比 我劝你啊 别浪费大家时间 快投降认输 李华剑 除了哪支有歌声凌峰 率领的老男孩乐队 会让我们感到恐惧以外 这个世界不会再有第二支乐队 能战胜我们 你不要垂死挣扎了 认输投降才是你的出路 那我未必 这么平淡的歌曲 怎么跟亚当斯他们那首燃炸 全场的战曲比呀 真是可笑 什么破格 鸭门唧唧的 你们数定了 原谅我这一生不计访中爱自由 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天哪 我竟然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老男孩乐队的影子 让我们回二十年前呢 哪家风 天哪 那只地共我 仍然自由自我 永远都上了 永远都上了 相比于亚当斯那首燃炸全场的战曲 这首歌虽然舒缓平淡 但是却更加打动人心 唱得好 唱得好啊 也会怕有一天会见我 会起了你想 谁人都可以 也会怕有一天见你共我 Damn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太强了 真的太强了 这首歌唱得我灵魂都在颤抖 这简直不是金银曲了 是神曲啊 亚当斯 你认不认输 林华健 你很强 我输了 输得心服口服 那你们呢 我全职龙代表高丽国 向大侠乐团认输 我山本一郎代表指导过 将大侠乐团认输 你 你们 解气 太解气了 大侠乐团危难之际 大树挺山而出 养我国威 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兄弟们 多谢了 兄弟啊 小事 好 我先走吧 快 有事直升 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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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事隔20年 我大侠乐团就出现了像凌风歌神一样的天才 这是我大侠乐团的荣幸啊 你发现我们海连音乐 正在诚实的邀请你加入我们的公司 签约费十个亿 那我们星海音乐自然也不能落后 我们公司也开出十个亿的签约费 并且同时保证 公司80%的资源都会投入到你身上 没想到英雄天后 林飞天后同时看见了他 这小子是要一飞中天了 大叔守护住了大家乐团的荣耀 这都是他应得的 大叔 你的想法呢 我 慢着 我刚刚收到消息 他的那首歌是抄袭的 什么 抄袭 真的假的 不可能吧 大叔真没有音乐才华 怎么可能做出抄袭的事情 不过看那杨小姐 惊喜淡淡的样子 也不像是假的 杨小姐 明的玩不过 开始玩鹰的了是吧 好啊 你说我抄袭 那我究竟是抄袭谁的 好啊 你说我抄袭 那我究竟是抄袭谁的 此道临头还敢救 我没有变 他抄袭的就是我大驾 作品大师刘德山老师的作品 刘德山老师的歌 好像就是这种风格 难道说 他真是抄袭 傅燕英这辈子最看不惯的 就是抄袭 华剑 你老实告诉我 你究竟有没有抄袭 刘德山老师的作品 我对天发誓 我没有抄袭 我也相信他没有抄袭 杨小姐 你既然说他抄袭 口说无凭 那证据呢 我就猜到你们会这么说 所以 我已经 把刘德山老师请来了 大家好 我是刘德山 刘德山老师真的来了 刘德山老师 他刚才的这首歌 真的抄袭了您的作品吗 没错 这首 海阔天空 就是我的著作 这家伙 可耻的 抄袭 剽窃了他 什么 竟然真的是抄袭 可 怪我还以为 他是首富大厦乐坛荣耀的英雄 没想到竟然是个抄袭狗 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混账 抄袭是这个圈子里 最不能容忍的行为 就算你刚才击败了八国歌手 可依靠抄袭获得的这些荣票 我是绝对不会认可 李华健 学义先学德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现在周回刚才对你的邀请 并且宣布 以后永远拒绝与你合作 各位 先别着急下判断 李华健是个那么有才华的音乐人 这一切 肯定是杨少杰的阴谋 林柯 你手在这血口喷人 这人正刘德山老师已经在这了 你还敢在这争议 你说瞎话维护他 莫非 你们两个私底下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补扯 你 抄袭狗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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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叔 我相信你不是抄袭的 这件事我肯定会调查清楚 还你一个清白 你先走 贝贝 你 还愣着干嘛 快走啊 我可撑不了多久了 我一个男人 怎么可能让一个女人挡在我身前 自己弃车 你放心 亲者自亲 左者自夺 想往我身上喝脏水 你还不够格 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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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给我安静一下 我知道我现在解释什么你们都不会相信 但是我李华健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 我没有抄袭 李华健 你想干什么呀 刘德山 你说我抄袭你的作品 那我倒是想问问 你就这一手金曲 还是说创作了很多金曲 你就这一手金曲 还是说创作了很多金曲 金曲难得呀 我目前就这首歌还没公布于四 那如果我现场再创作出一首金曲 你还会说我是抄袭你的 李华健 你当金曲是路边大白菜呀 还现场创作出一首金曲 他说别冲动 现场创作出一首金曲 这不可能有人做到的 放心 我不打没把握的招 杨少杰 倘若我现场真的创作出金曲 你又当如何 李华健 你要是真的能创作一首金曲出来 我就承认你没有抄袭 并且当众向你跪下道歉 好 记住你说的话 给我均衡了 真是恬不知耻 已经被证实还敢再唱 我倒是要看看 唱什么 从那遥远海边 慢慢消失的你 本来模糊的脸 竟然渐渐清晰 茫然走在海边 看那桥来桥去 无牢无功 想把每朵浪花 天哪 他说竟然真的现场创作出一首金曲 这怎么可能 在哪里 如果大海能够 带走我的哀愁 就像带走 没掉 这词 这曲 好像在唱我一样 唱到我心里去 我有流过的泪 我的爱 旋律婉转悠摇 感人恢复 这是一首 不属于海阔天空的金曲 带走 李先生 我想问你一下 这首歌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我这首歌 名叫大海 是由我妻子所写 什么 大叔已经有老婆了 可是他已经离世了 原来已经离世了呀 不对 我紧张个什么劲 这首歌 让我追起了曾经那段真挚的感情 李先生 谢谢你 刘德山先生 我这首歌有抄袭你吗 不 不是 杨少杰 我这首歌抄袭了吗 我承认你这首歌没有抄袭 但才续续一首歌而已 也证明不了 更掩盖不了你抄袭的支持 那你就给我听好了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 不在乎你心里 这又是一首金曲 天才 他简直就是天才呀 只让我给你安慰 无论结局是喜是非 走过千山万水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 他是金歌王子吧 为什么每首歌都能唱到我心碎 大叔 最近还有什么事你不能做到的 让我心碎 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 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 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刘德山老师 我这首歌超级喜的吗 不 不是不是 刘德山老师 我这首歌超级喜的吗 不 不是不是 大叔 你简直是音乐界难得一遇的器材 我敢肯定不出半年 你将会火遍大江南北 成为下一个歌声联风 梁少姐 怎么沉默了 你得意什么 才缺缺梁少而已 并不能证明 你没有抽搐 还嘴硬 那我今天就唱到你心服口服 天哪 又是有音乐 他今天叫乍凡整个大家乐团呢 如此才华横业的音乐人 真的会抄袭吗 一开始 这家伙最近哪还是这么多进去 刘德山老师 我这首歌是抄袭你的吗 我究竟是惹到了一个怎样的怪物呀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 管它过去有多美 也会试着不去想起 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 一颗爱你的心 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 我终于失去了你 在拥挤的人群中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小鸟 想要陪呀陪 却飞也陪不到 够了 够了 先生可以了 就别唱了 怎么 刘德山老师 你的意思是我这些歌曲都是抄袭你的吗 不不不不不 你先生 你已经证明了你的实力 这个事就这么过去吧啊 布老你 算了 我没有唱出这么多金曲之前你怎么不说算了 你诬蔑我抄袭你的心怎么不说算了 现在你跟我说算了 管了 拿纸来 我今天就要唱到你身败名列 他他就是要干什么 难道要继续创作吗 现在是大叔的铁杆粉丝 我相信你没有抄袭 对 我们也相信你没有抄袭 李华剑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你又活不追究了 现在就大求饶了 管了 我今天就要唱到你下跪为止 李华剑 非要把事情做这么绝吗 你难道就不怕我心灰热碰杀你吗 杨少吉 你敢 你真当娱乐圈 是你能一手这天的吗 没错 杨总 李华剑的音乐才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你想封杀他 就不怕与全国观众为敌吗 你 你们 林飞 我能邀请你上台跟我一起唱首歌吗 没问题 这是 琴歌对唱 没错 刘德山老师一生都没有写过情歌 今天我就要用这首情歌来证明我的清白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我被金钱蒙蔽了我的眼睛 我现在就退出歌坛 刘老 你 原来是你出钱手买刘老师 这是卑鄙无死的 你根本配三在这个舞台 给我都滚出去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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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飞 这事没完 咱们走着瞧 李先生 我要为刚才对你的质疑和批评道歉 叶莹老师 不必自责 你也是受了奸人蒙蔽 大叔 那我刚刚说的 邀请你签约我们公司的事情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抱歉 这件事情我不能答应 是签约费太少了吗 你想要多少 我尽量给你加 不是钱的事 我自由惯了 不喜欢受公司的约束 就想当一个独立姻缘 李先生 虽然你很有才华 但是在这个娱乐圈 没有资本是很难混下去的 谁说他没有资本了 我就是他的资本 林北 你这是什么意思 既然你不想受公司约束 那我就以个人名义来支持你 不过作为回报 你要做我男朋友 你说让我当你男朋友 你是认真的吗 当然了 我们才认识几天啊 那又怎么了 我妈说过 遇到优秀男人 绝对不能犹豫 必须快准狠 快速拿下 其实有件事 我一直瞒着你 什么事瞒着我 我记得你说过 你的偶像是凌风歌神 其实我 杨少奇 你怎么还敢来 林飞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到底答不答应 跟我在一起 你说呢 我就不明白了 你到底看上这废物什么呀 还能给你什么 今年的金曲奖颁奖典礼 马上就要开始 你不是一直都想要获奖吗 只要你答应跟我在一起 今年的金曲奖 还是你的 金曲奖 你一个底层人 自然不知道是什么 不妨告诉你 金曲奖 是由大夏演艺协会 联合一众娱乐公司 共同打造的 大夏乐坛的最高奖线 是你这个废物 一辈子都拿不到的殊荣 我没记错的话 金曲奖的奖 被我家里赶了十几座 够了 杨少奇 虽然我的梦想 一直是获得金曲奖 但我也不会因此 跟你这种崇洋媚外的狗汉奸在一起的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好好好 古剑棺材不落泪 那咱们颁奖顶礼走一敲 这个杨少奇真是领了座 我记得金曲奖 不是大夏官方的演艺协会主办 看杨少奇有这么大的能量 能够控制班线节目 没办法 毕竟星黄娱乐 占据娱乐圈的半壁江山 设计范围之国 一般人仍然没有办法与之抗衡 真是太有错 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攻击 大叔 你这样说的 好像是什么大人物一样 大人物谈不上 不过 跟大夏协会的会长能说上几句话 大叔 你开什么玩笑呢 我没开玩笑 哎呀 好了好了 心意领了 但是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 只希望你明天 能陪我去参加颁奖典礼 没问题 那就谢谢大叔了 我公司还有事情 我就先走了 明天见 拜拜 明天见 林峰哥山 好久不见 我去 这不是大夏演艺协会的周会长吗 这么大人物怎么来了 周会长 你怎么来了 这不是大夏演艺协会的周会长吗 这么大人物怎么来了 周会长 你怎么来了 林峰哥神 你在舞台上独占八个歌手 镇守国门的事情 我听说了 真是谢谢你愿意重新出山 走赴大夏乐坛的荣耀 我是大夏人 这是我该做 这是明天金曲奖颁奖典礼的邀请函 既然您已经出山 我想邀请你当特邀颁奖嘉宾 正好向整个大夏乐坛宣布你的回归 没问题 没问题 周会长 有一件事情 我需要你 什么事情 什么 还有这件事情 真是旧吃力 你放心 我现在让手下 测查此事 保证颁奖典礼杂 绝不会出现任何黑幕 你放心 我现在让手下 测查此事 保证颁奖典礼杂 绝不会出现任何黑幕 杨总 昨天晚上可是有伙伙伏识过你 您答应我的金曲奖 可别忘了 放心 本少承诺过你的事 什么时候没做到过 太好了 谢谢杨总 只要我拿了金曲奖 就能彻底压过临边那个贱人 登临大夏第一保证 一个音乐人 不去好好磨练唱功 为了点虚名 进去搞这些歪门邪道 大夏乐坛 就是由你们这种人 才华剑衰落 李华剑 你怎么进来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场合 也是你这个废物能进来的 你怎么进来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场合 也是你这个废物能进来的 一个班长眼里而已 要不是有人喊我来当特邀嘉宾 我才懒得 邀请你来当特邀嘉宾 难道你是什么大人物 别听他胡说八道 他就是个看大门的保安 只不过 习过几首好个儿 原来只是个看大门的保安 差点就要给你骗了 你这种吓的人 怎么配出现在这儿 还不滚出去 咱都跟你们浪费口 站住 谁让你 你把这儿当家了吧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你想干啥 想要来参加金曲奖的颁奖典礼 必须持有邀请 而你 一个刚出到连十八线都算不上的小歌手 根本就不可能有邀请 而你 一个刚出到连十八线都算不上的小歌手 根本就不可能有邀请 所以我现在是不是有理由怀疑你是 心自偷偷 混上会唱 我就特别好奇 你们凭什么觉得 没有邀请 你凭什么配有邀请人呢 你是有资本 有身份 还是有地位 别在这儿自诩其辱了 再不滚 我可叫保安了 两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想看邀请函是吧 好啊 但如果我能拿出邀请函 你们又当 你要是有邀请函 我直接从这儿跪着爬出去 你呢 你要是有邀请函 我也从这儿跪着爬出去 记住你们说的话 真大你们的狗眼 我们看清楚 这是什么 这是邀请函 这是邀请函 你怎么可能有邀请函 那你们自己跪 是我帮你 放肆 李华剑 你竟然胆大包天 敢伪造邀请 凡事要 是伪造的 凡事都要讲证据的 你说伪造 就是伪造 李华剑 李华剑 你要是伪造个普通的邀请函 我就不说 但是你 竟然敢伪造最高级别的 刘金邀请 你知不知道 整个会场具有刘金邀请函的只有两人 一位是大下演义协会的周会长 而另一位 是歌神凌峰 那我现在到时想问问你 你是那位周会长 还是歌神凌峰 你还敢说这不是你伪造的 你搞了 既然敢伪造邀请他 我现在就叫保安把他轰出去 保安 既然擅闯会主 伪造邀请他 赶紧把他轰出去 慢着 杨少君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就是歌神 就你 歌神凌峰 那我还齐天大圣啊 今晚歌神凌峰可是作为特邀嘉宾来出席颁奖礼的 你竟然敢冒充他的身份招摇撞骗真是不知死活 保安 快把他轰出去 不然舍弄了歌神凌峰 你们很担待不起 我看谁敢对他动手 谁给你们的胆子 敢动我男朋友 都给我滚 哎呦 林妃天后好大的威风 你这小男朋友没有邀请函擅自闯入会场 我让保安把他轰出去 合情合理 倒是你 违反会场的规矩 你知道这是什么后果 谁说他没有邀请函的 你 好好好 看来你是铁心要护着的事 是又如何 林妃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提供 只要你把这废物给耍得跟我在一起 我保证 今晚金取甲还是 杨总 你 你说什么 我还是那句话 不 不 心 函 好 到时候领不到酒 可别跪着来求我 放心 是你的东西 谁都夺不在 欢迎各位参加第36届金取奖颁奖典礼 本次入围金取奖的奉选者共有三人 分别是 林妃 倩 以及陈梦瑶 而成功获得本届金取奖得主的事 而成功获得本届金取奖得主的事 林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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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不是说已经安排好了吗 为什么获奖的还是林妃啊 你别着急 我竟然真的获奖了 他说我竟然真的获奖了 他说我竟然真的获奖了 他说你简直是我的福星 我说了是你的实业统 喂 我不是安排获奖肯定成无欠女的 怎么回事 这是大厦远于结会的周会长 心事下的命运延遇一切暗箱操作 我们也没办法 喂 喂 这死 很荣幸能够获得这次奖项 尤其我得知主办方 特地邀请了歌神林峰 来为我颁奖后 我感到更加荣幸了 那非你也是歌神林峰的粉丝 是的 我一直都很喜欢他 喜欢他的每一首歌 不愧是全球第一的歌神林峰 连我们的金取小获得者 林妃天后都是他的粉丝 好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隆重的邀请 今天的重量级嘉宾歌神林峰 他说你怎么商量了 给你搬起来了 难道你是歌神林峰 天呐 你真的是歌神林峰 没错 我就是歌神林峰 抱歉啊 之前一直瞒着你 天呐 他就是歌神林峰 你告诉我真的假的 自从歌神林峰退圈过后 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如今二十年都过去了 谁知他现在长什么样子 自从歌神林峰退圈过后 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如今二十年都过去了 谁知他现在长什么样子 放死 歌神林峰何等身份 岂能容你在这冒操 赶紧给我滚下来 就是 大家不要被他骗了 他只是开大门的保安 根本不可能是歌神林峰 原来只是个保安 这人还真是大大包子 竟敢冒充歌神林峰 来人哪 把这个冒充歌神林峰的冒盘货 给我轰出去 等一下 二十年过去了 或许大家已经忘记了我的样貌 但是这枚戒指 想必大家都应该记得了 哈哈 这又是什么垃圾戒指 连个钻都没有 这不会 是你从哪个地摊上逃来的便宜货吧 闭嘴 这枚戒指 是当年大夏演艺协会 为了感谢歌神林峰 为大夏音乐做出的卓越恭喜 特意打造的纪念品 全球只有林峰歌神 一人拥有 什么 什么 这枚戒指只有歌神林峰一人拥有 那他岂不就是歌神林峰 不 不可能 他根本就不是歌神林峰 你相信 这枚戒指肯定是他伪造的 林飞天后 您真的确定他现在手上的这枚戒指 就是歌神林峰的没吗 当年我也只是远远观望过一次 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也不能确定 大家都听到了 仅凭这枚戒指 还不能确认你的身份就是歌神林峰 不过我相信他就是歌神林峰 他的音乐才华 我是亲眼见证过的 整个华语乐坛没有人比他更加优秀 他不是歌神林峰还能是谁 大家不要被他们骗了 这两个人早就被地里勾搭在一起 他现在说的话没有任何兴趣 杨少姐你 不过我现在倒是有个能够辨认他身份的康复 哦杨总什么办法 众所周知 歌神林峰收过三个学生 众所周知 歌神林峰收过三个学生 他们分别是小提琴大师刘朗 作曲大师方山文 以及作词大师郎坤 只要把这三位大师请来 当面指认便可一便真假 好毒呀 我刚好认识这三位大师 我现在就去把他们请来 杨少姐 你的意思是 要将刘朗 方山文 和郎坤请过来见你 怎么了 你看完了 必项着 我向你还真是会请 大叔 这可是全球直播 你别撞 撞坏了 你到底是不是歌神林峰 给我交个顶 马上结束 三位音乐大师来了 辛苦三位老师走一趟 啊 师父而已 杨总叫我们三个来 有什么事 杨总叫我们三个来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就这样 此人自身是歌神林峰 我请三位老师过来 就是想起 三位老师搓穿他冒牌货的身份 你 你说他是冒牌货 是的 此人仗着有点音乐才华 就冒充歌神林峰招摇撞骗 这简直就是对歌神林峰的侮辱 这 你们三个还愣着干什么 见到老师 不知道后来问 报死 这三位可都是音乐界的大拿 你算什么东西 你也敢在这儿搁出方爷人 学生刘朗方山文 南宽 建国老师 什么 刘朗先生 你说他是您的老师 没错 向各位隆重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连续荣获十五届金曲奖 获得过三次格兰北音乐中心恒就奖 全球第一歌神 凌峰 难道他真的是歌神凌峰 刚才会演舞他 完了完了 不完了 不可能 不可能 大叔 你真的是歌神凌峰 我见到我的偶像了 不是看 不好意思 太激动了 看来以后不能叫林飞天后了 应该叫师娘了 师娘好 别瞎说 诸位我这次复出 主要是为了扫除趴附在大夏华语乐团上 那些蛀虫和败 我要重振我们大夏乐团的忠奉 我为歌神 以后魁飞 重振大夏乐团 与华剑 你当真以为你是歌神凌峰 就没人治得了你了吗 梁少姐 你还想看 杰斯皮 等什么呢 干出来了吧 天哪 天哪 监视如今的全球第一歌神 贾斯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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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击败了我的学生亚当斯 我是来替他找回场子的 一个手下扮相 你觉得你能赢我 那是二十年前 属于你的时代赢过 现在我才是全球第一歌神 好啊 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 等一下 广笔没有意思 加个赌注如何 你想赌什么 赌上我们两国所有音乐版权的归属权 你若赢了 我们米国所有的音乐版权 归你们大夏 但你输了 你们大夏所有音乐的版权 要归我们米国 既然要赌上所有音乐版权的归属权 这赌得也太大了吧 这要是输了 那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啊 那不好意思啊 这个我可不能跟你理 怎么 你怕了 我只是一个歌手 不可能代表整个大夏乐团跟你赌 没事 我同意你给他赌 这赌注未免太大了 我是大夏演艺协会的会长 我同意跟你赌上 我们大夏所有音乐版权的归属权 都会长 这样会不会堵得太大了 正所谓不破不立 大夏乐团极弱已久 我们需要一场酣畅你的大事 来重振大夏乐团所有人的信心 没事 放开手脚盖 我相信你 大叔 可以相信你 跟他赌注未免太大了 既然如此 那我就跟你雅士丁 报马过了 丁峰 你就等着 被我狠狠的踩在脚下吧 对 肖子 要不趁其他人没注意 我们赶紧走吧 臭什么 架斯汀已经答应我 只要他能获胜 大夏所有的音乐版权都将给他 我将从大夏乐坛为基 真的 那太好了杨总 到时候 可别忘了给我 放心 到时候我一定让你踩着林菲尼贱人的头上过去 让你成为大厦的第一天后 过去 这说唱也太强了吧 你速度跟金关枪一样 唱得我头皮发麻 虽然林菲尼贱是二十年前是歌神 但他现在已经老了 真的打得过这个电台老外吗 没想到这二十年过去 贾斯汀的唱功也精进的不熟 大叔 贾斯汀可是现在横扫全球国庆乐坛 新一任全球第一歌神 你有信心战胜他吗 他还战胜不了我 真是大言不惭啊 李华健 就凭你这垂垂老矣的样子 还想战胜 贾斯汀歌神真是痴辱 梁少姐 你作为大厦人 勾结国外歌手 企图侵犯我大厦乐坛的利益 你就不怕遭天气 那又如何 正所谓成王败寇 只要贾斯汀赢了 我将成为大厦乐坛的主宰者 到那时候谁敢说些话 倒是你 输了 你将成为大厦乐坛的罪人 被定在耻辱助手 太强了 太强了 这谁能比得过他呀 完了完了 大厦乐坛这下不过真的玩了吧 林峰 你输定了 从今以后 我就是当之无愧的 全球第一歌声 而你将会被我 永远踩在脚底下 加斯汀 你喜欢音乐吗 什么 要是喜欢 就把这一切当做荣耀 而不是炫耀 大叔 一定要加油啊 凌峰歌神 这下我们大厦乐坛 可就全靠你了 可一定要赢啊 我去 光听这节奏 我怎么感觉 浑身已经要燃起来了 贾斯汀 这老东西还是有点难比 你确定你有把握了什么 如果是二十年前 我还会怕他 但现在还挺老的 我去 他这说唱的语速 你今天比贾斯汀 还要快 我去 这真假声的转换真是绝了 二叔 明明已经老了 为什么还能唱得这么好 我感觉我的身体已经要燃起来了 老外颤抖吧 我刚刚才他就要 我一声叫转换了 我三个人 你不然是一个手 我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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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你出现了 我三个人 你不认识我三个人 我三个人 你会变成了 二十年过去 我还是斩折不了你 你很强 使我输了 你说什么 杰斯丁 你 我回去以后 就会把我们米国所有音乐版权 送到你们大夏乐坛的手里 杰斯丁 你 别走 杨少杰 想往哪儿走 李华剑 不 配 哥哥哥哥神 刚才都是误会 你别记忆 千万别记忆 误会 你身为新黄娱乐的总裁 勾结外国歌手 吃里爬外 实在是我大夏乐坛的败脸 我现在以歌神凌峰的身份 号召全体娱乐公司 对新黄娱乐 进行行业攻杀 永远逐出娱乐圈 支持 副业 支持 我完了 走吧 你不是要让我做你男朋友吗 当然是去约会了 不愿意 我可是再给你男朋友吗 我会为新黄娱乐的顶部 几个小孩子 今天是来红拉 什么 我告诉你 你 turns行 你 我